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Bruce 这里是我的YouTube频道 Learning Chinese Learning Chinese是一个专注于学习外语的频道 以中文、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 那么这是我的英文名Bruce 今天呢,我给大家聊一聊同声翻译 有很多学习外语的朋友啊 甚至那些想要成为翻译的朋友 他们一直想要了解同声传译这个内容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同声传译 同声传译呢,英文叫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又称同声翻译,同步口译 是指翻译者同步而不间断 将听到的原语言、口译 为目标语言的一种翻译方式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国家元首,他们旁边总是有一个翻译 对的,那这个就是同声传译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 那下面这个呢,是同声传译的主要内容 叫顺据驱动 Rules of syntactic linearity 那什么是顺据驱动 在同声传译的功能当中啊 一元按听到的原句的句子顺序 把整个句子啊,切成一群 就是我们作为一名同声传译员 或者口译员 我们把这个听到的主要的内容啊 把它切断 听到这个原语言之后呢 原语言之后呢 听到我们耳朵当中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分阶段性的储存起来 对,然后再使用一些连接词 把这些单词啊 把这些句子啊连接起来 然后随机译出整句的意思 这种翻译方法成为顺据驱动 同声传译是与原语发言人的发言同步进行的 翻译活动必须在原语发言人讲话 结束瞬间内或者同时的进行结束 那同声传译员最大限度的在翻译过程当中 争取缩短翻译与原语言之间的时间差 那所以说呢 同声传译员呢 要在最大限制内翻译过程当中 争取缩短翻译和原语言发言之间的时间差 这个很重要 这个时间差越吵越小 艺人记忆的内容就越多 那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英语汉语的语序差别要大 要完全听明白原语序 意义着在进行翻译很难跟上原语发言人 因此顺据驱动是英语汉语同声传译的一个最大特征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啊 看我下面的这个 就是啊 英语是一种快速的语言 中文是一种慢速的语言 那我们中文呢 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 中文语速越慢 就像现在我讲话一样 语速越慢 越能体现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 以及其中的奥妙 那英文呢 是一种比较快速的语言 相对于中文来讲 你没有听到那个新闻 讲得非常慢 today's news is it formal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没有讲这么慢的 都是讲得非常快 这是最大的一个 还有 这个 还有一种叫交替传语 交替传语与同声传语的区别是 交替传语 consecutive interpretive 能记笔记 听语表达分阶段进行 比如说 我们在那个 看这个总理发布会的时候 国务院总理发言会的时候 经常有一名交替传语员 在他的旁边 总理就先 总理是先在那边讲 今年怎么样怎么样 今年怎么样 然后那个口语员啊 交替传语员 就在旁边记笔记 总理讲完了 他就开始翻译了 这叫交替传语 跟那个同声传语是不太一样 同声传语是必须要 同时间进行 比如说有人在讲 对吧 有人在讲 today's news is tha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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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同传语员就在讲 今天的新闻是某某地方发生了暴风雪 好 那么交替传语能记笔记 听语表达分阶段进行 以句子或者段落为单位 其质量为准全顺 有交替传语呢 有时间进行思考 还可以借助声调啊 手势进行翻译或者重复 那同声传语这个s i呢 边听边翻译 边听边翻译 需要同时间进行 要求大脑高度集中 那翻译质量而言呢 针对翻译质量而言 交替传语 翻译质量较高 同声传语翻译质量稍微低一点 翻译时间呢 交替传语时间长 同声传语较为短 好的 我下面呢 给大家再换一个PPT 那么下面呢 就给大家精准的讲解一下 就是同声传语员 在同声传语的时候 会真正遇到的问题 那遇到的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两个核心 就是英语是一种快速的语言 中文是一种慢速的语言 那它是一个相反的顺序 统一的输出 对吧 那比如说一些常见的句子 我们请看这里 我们在听到语言信息的时候啊 我们在听到这个外语 或者其他语言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进行一个语言加工 其实呢 每一种语言 如果我们当成母语来讲的话 都是不需要加工的 当你把一个外来语言 英语 法语 其他语言 作为一个外来语言来讲 我们就需要一个身加工 任何国家的人 他以他当地的母语来进行发言 他是不需要进行思考和身加工的 就好像我现在讲中文一样 我甚至都不需要思考 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个小时 几个小时 而且不需要PPT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关键的点 那来看这个 我们以这个案例来看一下 就是英语和中文的语序差别很大 也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相反的顺序 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定理层句 各种层句 我们来看这个 那所以说呢 英语的语序就决定了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需不需要思考 需要花为多长时间进行思考 那比如这边 原句是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after Americans dropped two atom bombs 那这边的意思是 日本在1945年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后 它就投降了 那如果我们单看这些句子的话 翻译中文思维 单看句子 陈述句 陈述句 那我们会看到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对吧 1945年日本投降了 after 后面还有一个连接词吗 after after Americans dropped two atom bombs 对吧 日本在1945年投降了 紧接着又出现了后半句 美国人投了两颗原子弹之后 那所以说吧 所以说 那如果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we have the American dropped two atom bombs 我们听到这个句子之后 对吧 如果我们听得 听得比较快 翻译得比较快 那直接就 对吧 那直接就可能就翻译出来 翻译了 翻译成两段话了 日本投降了 美国投原子弹 对吧 那所以说呢 你在翻译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稳定的顺序 不要那么着急地去翻译 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 译言 翻译员 翻译的时候 不要接得太紧 而是等讲话的人 将大部分句子说出以后 再开始翻译 但是 在快速的同声传译中啊 往往等不了这样的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采取第二种方法 将一个句子 断为两到三个简单词 在简单词之间 适当地补充一些词 字 把它们有机的 连接起来 上面的例句还可以翻译成这样子 日本投降 那是在1945年 在这之前 美国人投入两个原子弹 我们翻译的快的话 那就只能是 把原先的那个倒装句 直接翻译成陈述句 主动句 那所以说呢 就相当于 你要加一些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被动语态 与主动语态 那英语啊 常用被动语态 相对来讲 汉语呢 多用主动语态 了解这一点呢 在翻译的时候啊 就会避免很多 英语的中文 英文式的中文 中文式的英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被动的语态 常见的被动语态 常见的被动语态 In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eople are given the biggest social benefit such as medical insurance 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呀 在欧洲的某些国家呀 人们被授予了较大的 这个社会福利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边是这么翻译的 在欧洲有些国家呀 人民享受到了广泛的社会福利 与医疗保险的动作呢 那中文呢 不大精深 英文呢 也不大精深 如果你要非得把 英文翻译成中文翻译的 一字不差 意思表达的特别通顺 这个也不现实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 In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people are given the biggest social benefit such as medical insurance 人们被给予 对吧 那就是一个比较直白的 streetforward的翻译方法 被给予 people are given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加一些修饰 人们享受到 人们享受到 而不是人们被给予 我们接着看 英语当中啊 有很多长的句子 英语的新闻主播呢 或者英文的一些文章呢 一讲呢 一句话 几十个单词 上百个单词 不带 不带休息的 对吧 英文讲话很累的 那所以说处理好长句子是同声传译的基本功之一 翻译长句 要根据一群 将其切断为简单句 还有一个要掌握关键 即英文 句子之所以长和复杂 是为了避免使用一个词 于是用代词嘛 文称代词 who which that 代替主女和逼女 而中文则不怕重复使用同意语言 我今天去吃饭啦 我今天去开辟啦 我今天跟朋友挺开心的 我明年要挣一千万 我一会儿要去买衣服 你都没干什么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将这个句子 That is single monetary policy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at the next European Union conference 这个他的意思是 单一的货币制度啊 将在下一届欧洲联盟上进行讨论 对吧 那英语呢 英语的书写体很神秘 那这里他会这里表达 他这里为了避免表达 重复的一个单一的货币 他其实这样的文章是一个书写体 对吧 这样的英语是一个书写体 那他在书写的时候 他想表达的简单一点 对吧 那他就变成了 一个代词引导的 那我们中文 我们中文也有代词啊 代词就是谁是谁 那个谁 那个谁请吃饭啦 我昨天和谁去吃饭 你不知道吗 你懂的也有这种 当然就英语稍微的费劲一点 好的 就是这样子 我也是领导的 我也是代替的前面这个 Single Monetary Policy 我们这边我们看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一关键 还要学会使用一些润滑 你在同声传译的时候 为了赶时间 往往尽可能按照原文的预法结构 避免做大的改动 当把长句切入短句时 难免会造成那种断断续续 听不懂的意思 那所以说呢 要灵活地添加一些虚词 这些词呢 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 但是 能使翻译出来的句子啊 听起来不那么生意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句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句子 有点长了 去了有点长啊 那所以说我们在听这样的句子 我们甚至在做一些 日常听力训练的时候 那我们听到这样的句子 这感觉一脸懵啊 这么长的句子 这感觉一脸懵啊 这么长的句子 最后呢 感觉的意思的连不起来 我们再来一次啊 我们再慢慢地讲一下 我们再慢慢地讲一下 这个句子呢 这个句子呢 如何如何如何在世界经济体当中 世界市场当中 对欧洲的影视制造业做出一个贡献 这个Industry后面呢 是一个定理程序 那欧洲联盟应该怎样才能对欧洲的电影电视工业有所贡献 使它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使它有能力发挥欧洲文化的影响 并且在欧洲创造的这位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里面翻译的时候 你一听到的时候就这样子的 好 我们接着往来看啊 这个句子主要是分为了三个部分 就是 How can the European Unio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 听到前的这一段就可以直接翻译 没有什么问题 Which is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 在世界市场当中啊 国际市场当中啊它是有竞争力的 对 Foward looking 有前瞻性 有着领先地位 And capable of eradicating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culture 发挥欧洲文化的影响力 And creating jobs in Europe 那这个长文呢 你可以零散地进行翻译 一段一段翻译 会影响整个文章的内容结构 但是如果 它这里面定义从具 比较多的话 那一翻译起来就比较费劲 好 中国音源的特点是记忆力比较强 普遍的不足之处 是在英语词语之间细微的差别 理解上不太一样 在翻译的时候 大义翻译 丢掉了发言人微妙之处 想得比较生硬 所以说呢 翻译的越仔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翻译当中的一些更细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中国啊 我们对中国的四话建设 进展感到非常关心 这里的关心呢 它有很多种意思嘛 就是说你可以正规的翻译 或者说正式的翻译 或者是说 非正式的翻译 就是formally translation 或者informally translated 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有的音源一听到关心 马上就 意为 be concerned about 那 那这里的concern呢 它其实有在 老外的意义当中呢 它有很多的意义 比如说 担心担心担忧 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翻译当中 有些问题 那我们表达问题的时候 经常呢 就会用不同的单词来表达问题 比如说question questions issues problems 它都是问题 对吧 那比如说 questions 是人体数的问题 一种概念性的 那么issues 是一种机械性的 那problems 是一种试验性的问题 那 那 那比如说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那 有这样一个案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中国妇女权利的问题 那 那 这里的 问题 实际上 是指 topic 那 如果议员直接就翻译 woman's right problem woman's rights problem in china 就是 女性权利 那就是不太一样 翻译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那 同声传译呢 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要做一个提前的清理准备 因为同声传译呢 你词汇量再好 你有着多年的翻译经验 但是 你仍然是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的翻译下来 那么 紧急救场的处理 遇到听不懂的词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 翻译时最怕遇到听不懂的词 客服一障碍就是口译人员凭借自己的猜测和预测 那首先呢 你在翻译的时候 必须要了解一定的背景 背景材料和知识 对吧 遇到听不懂的词呢 不要 不要停下来 真的是 你一停下来 几秒钟过去 几秒钟过去 你会发现发言人 演讲人那个 真的 你根本就记不下来 真的 对的 就是翻译人和演讲人 在演讲的时候 在发言的时候 会有个几分钟 连续几分钟 对吧 一个讲话 你几秒钟停顿下来 这个单词不知道 就立马要跳过去 不能有语 一代有语 你接连续的犯错了 好 那即使你翻译错误了 我们要不要纠正一下 就是啊 同声传语 同声传语讲究的 就是一个同步传语 对吧 有错误也没办法公正 对吧 所以说没有必要公正 对吧 只要这个翻译的内容呢 不影响大局 你就可以接着往下翻译 那你不能说 刚才翻译的句子错了 我更正一下 对吧 这样没办法讲啊 那第三点 如果碰到发言人 你仰讲人 讲话速度比较快 对吧 讲话速度比较快 老外讲话都很快 但是老外的那个语速呢 就是跟新闻一样 我们把它翻译下来呢 不是很难 对 但是中国人讲话 讲得很快的话 你去翻译的话 就不是很好讲了 我们可以 请发言人讲慢一些 比如写个小纸条啊 告诉他们 好的 今天呢 今天呢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 同声传译 同声传译 他的工作 他的 与这个交替传译的区别 还有同声传译 我们在同声传译当中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 给大家讲的最重要的就是 英语是一种快速的语言 中文是一种慢速的语言 嗯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我将会任意的在这个 这个 我将会任意的在这个 YouTube上面寻找一些 外语 外语 外语方面的知识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 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 是最欢迎的城市 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是一个充满人的活动城市 好的,那我们在刚刚听到这段新闻 这个documentary movie的时候 那我们听到这个主播 他的语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抓得住他的内容 而且他讲的是一个关于我们中国历史 这方面我们最有优势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是一个不同的种族 这样子,不同的民族 你看看 它讲的就是上海的 对 好久不見